大早臺北田徑場接種站 門還沒有開 就排了近百人 以年長者居多 民眾全是擔心疫情 才來打疫苗 根據美國CDC統計 二十一家醫院 一千四百四十名重症死亡個案當中 有高達一千一百三十三人 都沒有接種疫苗 佔比百分之七十九 完整接種只有兩百七十七人 佔百分之十九 接種加強劑只有三十個人 佔百分之二 但目前國內長者追加劑覆蓋率 仍然不夠 七十五歲以上只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一 六十五到七十四歲 只有百分之六十七點九 都不到七成 中老年朋友們來注射的方法 專家建議政府組成機動快打隊 前往長照機構或道府為長者接種 長者以及高風險族群 疫苗接種率就是關鍵 就怕接種效率趕不上病毒擴散的速度 而且還有重症風險 專家呼籲政府必須參考國外經驗 賞罰並進來提升接種率 記者陳全白王一眾 台北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